老虎和鳄鱼在野外生态系统中都属于顶级捕食者 但它们通常不会彼此作为猎物 老虎主要以陆地上的动物为食 例如大型哺乳动物如犀牛、水牛、野猪等 鳄鱼则主要捕食水中的动物 如鱼类水鸟、小型哺乳动物等 尽管老虎和鳄鱼都具有强大的捕食能力 但它们在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上存在差异 老虎更适应陆地环境而鳄鱼则更适应水生环境 由于它们的栖息地不同 它们的交际较少 因此老虎很少有机会捕食鳄鱼 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如果老虎和鳄鱼的栖息地重叠 并且食物资源稀缺 老虎可能会袭击并捕食鳄鱼 这种情况通常相对罕见 因为老虎更倾向于追逐更容易捕捉的猎物 而鳄鱼对于老虎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威胁 总的来说老虎捕食鳄鱼的情况相对较少 它们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陆地上的猎物